我们要他去反攻大陆 他没办法 现在反而被中共利用来木马屠城 王世坚直询经济部长王美花 炮火对准玉龙汽车 以零组件的方式进来我们台湾在台湾组装 要他变成国产车 痛批国家用高关税货物税区隔进口车 保护国产车 但玉龙却引进中国上汽集团MG系列 下阶段更传出瞄准电动车要比照办理 汽车达人Andy老爹也说 玉龙子公司郁佳今年一月改名电池利汽车 电池让人联想电动车利则是中国吉利汽车 被解读改名就是准备代理吉利汽车 将导入电动车款 还说离中国品牌满街跑的日子真的不远了 我听到的是他从去年就开始感觉像布局 就是有一个子公司好像就先改名 然后再陆陆续续有在进行这个 感觉上就是要引进大陆那种电动车的感觉 车间和业界早有传闻 若玉龙真和吉利合作 其实也早有先例 早在2009年玉龙创立纳志节后 新创评价品牌酷比汽车 就以M-CAR命名 倒入吉利熊猫车系 在台组装生产后因市场接受度低停止销售 最后居然就是突然就消失了 那我们当然也会担心 后面会不会也会有这个状况 如果我要脱手这台车 应该没人敢接手 因为总代都没卖了 电动车也要考量以后维修的方便性 跟它的故障率 那如果说之后它的维修不方便的话 其实那反而是一个灾难 车姐仍持保守态度 对此玉龙回应 现阶段占无任何代理销售业务 若有和任何新汽车品牌合作 将依法公告 而经济部也说 对于国产车定义 要加入更多国产零件 也密切和产业沟通 静新闻这种榜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